请这里咱们一起看一下 ABC330的第六题 minimize bounding square 这个是它的栏重是绿色的 其实提高级的 那这里咱们直接看一下 英文的题目 请这边n是吧 n是有n个点 然后最多那个可以挪动 k步最少可以挪动0步 它每步要么是 而是坐标加1或者减1 要么是外坐标加1 要么是外坐标减1 然后那个 就是多个不同的点 可以在同一个点上 然后要画一个正方形 它要求这个正方形的 边长最小 那咱们看压力 首先这个n是那个有六个点 第一个压力六个点 然后最多不能挪超过五步 那这个是六个点的坐标 然后咱们看一下它的示意图 示意图看这里 比如说20是吧 20是这个点 它这里 然后这六个点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对吧 那假如说 假如咱们先试试看 那个答案如果是边长是 等于5对吧 就是这个就等于5 这个能把六个点 都包含在 其实在 在它的周围 其实周围上也是可以的 其实说要么这些六个点 都在它的周围 要么是在它的内部 对吧 那这个 任等于5的手 是可以的 但是任等于5 可能不是最小的答案 那咱们看 它这里如果任等于3 是长这样对吧 长这样的话 那这个一一步 这个一一步 这两个不愿意 这个一一步 这个一一步 总共一四步 四步那k是 最大是四 五对吧 这没有超过五 所以是可以的 对吧 那接下来 咱们再看看 把它改成那个 任等于2的情景 任等于2 那就这个了 对吧 这个的话 那你看 一步两步 三步四步 五步六步 就一六步 六已经大于k 对吧 这样的话 答案等于是不可以的 答案等于3是可以的 所以那个 睡觉的就是3 边缠就是3 这个2不行 对吧 四跟五也可以 但是四跟五 不是睡觉的答案 那咱们看看 刚才咱们尝试了 5 3 2 对吧 根据这个思路 其实因为这个 5 3 这个其实也可以是 5 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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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数据是有序的 咱们可以尝试用FN查找 对吧 BinarySearch 只用FN查找的话 就是把这个边缠 那这个咱们看看 最久的最久可能是0 对吧 1 就是边缠 最久可能是0 因为比如说所有的点都在这个 假如都在这个位置 对吧 k数够大的话 就能做到 L等于0 但是它因为k的线是 所以那个 20等于多少呢 20等于 你看 这个 它中坐标 咱们 这里 刚才20等于5 那5怎么来的呢 咱们这里 其实那个 虽然说它是一个坐标 包含X点跟外点 但是因为它没事 只能沿 数字方向 或者水平方向 一步 所以其实咱们可以把它 中坐标跟 横数标 那个 就是独立成两属数据 咱们先看 那个转坐标 转坐标 这个0到5时间 就是最 最远了 对吧 这个是5步 那转坐标 横坐标 刚才是横坐标 转坐标 这个是0 这个是5 这也是5步 这能够 那个起最大时 也就是说它那个 二分参照 它那个边长 不可能超过5 那个5就够了 那6当然也可以 但是6就 5就够了 咱们就知道 那个L等于0 R等于5 对吧 然后这个 这个什么 L小一R 然后这边去判断 看那个 如果check的话 比如说 那个mid是等于L加2 除以2 对吧 然后一幅 check就是可以的话 mid可以的话 那应该是 让它的边长 再小一点点 所以是2变小 对吧 然后如果是不行的话 那个L要变大 让它的边长 下一次的边长 变大 其实这个是 二分参照的思路 那这边一个check 就是如何判断 它够不够呢 够不够 主要是判断 判断咱们的这个 走了多少步 对吧 假如说step 如果你横座标 跟正座标 都加起来 是把雷加起来 是小一等于k 那就是 Return ok 对吧 这样 Return true 如果step大1k 那就是Return false 所以那这里 咱们看 这里有个六个点 是吧 假如说它 那个 如果是N等于3的话 咱们看最外面 跟如果是边长 是等于3的话 对吧 那这个 最左边跟最右边 咱们有六个点 123456 对吧 最左边跟最右边 他们俩的 他们俩差了多少 差了5对吧 5的话 那又是他们 跌手两步 看 你这个 正分级在哪里 其实位置无所谓 无所谓 你为了把这两个点 包含起来 其实这样也是 这样理论上 也是可以的 咱们是考虑 它的横左标 对吧 那这样的话 这个就不用挪 这个一两步 是吧 这是一样的 然后除了这两个点 那其他的点 看看还有没有 它存款有六个点 是吧 1234 然后这个点 在外面 是吧 它往下来 那个 又移一步 对吧 那这里 刚才说了 这个横左标 一两步 那转左标的话 这个又移一步 那其他点的 这个也要移一步 对吧 然后除了 从准备的角度来看 它那个 比如说三小巾 可以在这里 对吧 当然三 不 不是三小巾 剩幻井 也可以在这里 那这样的话 总共一次步 对吧 这样的话 就是return true 对吧 那return true的话 咱们刚才说了 要把它的变长弄得更小一点 比如说是2 对吧 那2的话 最终会是不行 所以答案就是3 那咱们根据这个思路 咱们可以写一下代码 这里写一下代码 然后这个圆间的inter就这个时候就得写成sign对吧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咱们看它的边最大不它的点最多是20万个点 那这里 那这里 215加5对吧 那它有横坐标跟正坐标 咱们这里可以定义成结构体 也可以定义成两个数数 那因为咱们是这两个是互相独立的 所以咱们定义成两个数数 然后刚才说了 check对吧 这个是interline line是代表 line是通过iPhone得到的是吧 line是圣方形的边缠 那咱们看看step等于0 最终是判断step是否小于等于k 那这里还有个n 有个k对吧 那这边咱们看就从第一个点它总共有几度呢 因为那个两个点之间才能产生一个举例对吧 咱们是那个要这么处理 就那个最左边的跟比如横坐标来看 最左边的跟最右边的就是一堆对吧 这个一堆我标一下 然后接下来是 第二左边的跟第二右边的 这两个一样那随便写一个 这个是第二队对吧 然后那个第三 左边跟第三右边的 这个是第三队 那这两个点之间的 每两个点之间的距离 当然其实你 每两个点的距离 咱们看看它是不是大于等于lan 只要大于lan才需要移动 如果是等于lan 或者是小于lan就不用移动 比如这两个点吧 你看咱们是第三队是这两个点 它们横坐标是一 那 然后那个它们横坐标的差距是一 但是这个边缠是三 所以这两个点不用移动 横坐标哦 那转坐标就 转坐标也是同样道理对吧 转坐标咱们看 这个是跟这个对吧 假如说边缠为三的话 这两个边缠距离是五 五减三是等二 那不管怎么移 你这个 它们的距离肯定是移两步对吧 而且这个正方级那个肯定是 处在它的之间 其实也可以这么画 当然针对这两个点哦 还可以这么画对吧 这么画 那不管是这三个 怎么画的话 都是移两步对吧 所以这是同样的道理 那这样的话 咱们就 它应该是有多少对呢 那如果是 这是六个 假如说有七个呢 有七个的话 比如这里 一二 你看 三四 五 六 七 那七个的话 咱们可以把这个当做正中间 对吧 然后假如说那个 正方级长这样的话 那这个就不容易 那这是一对对吧 然后这是第二对 这是第三对 因为你其实不把它当成正中间也可以 但是把它当成正中间比较好算 正的话 你只要算设三对就可以了 对吧 要成功要移多少步 那这样的话 inter i 等于 i 等于 二分之 n 是吧 i 加加 那接下来呢 咱们看 先处理x坐标 二一辅 这个是 应该是n加一前i 对吧 如果 左边是第一个点的话 因为这个要排序 因为那个 咱们有那个 就是 最大的量 最远的 然后第二远的 离中间 第三远的 这样算 对吧 那这个是 如果这个是第一个点的话 一二三四五 六 这个就是第六个点 不 一 二三四五六 那就是 if n加一前i 是吧 减去 这个是右边的 减去左边的坐标 如果是 大于lain 桌面需要移动 那又移多少步呢 等于这 这减下来就行了 如果它们俩的 矩例是5 那边长是3 那移两步就可以了 所以就这样 对吧 那这个 那个这个是一个手的 外手的 也是一模一样的道理 这个把它改成 y就可以了 y 行 然后这个的话 check就写好了 现在那个 咱们要写二分 先把数据 注定进来 对吧 xi等于 i小一等于n 总共有n个点 每个点的 x坐标 输进来 然后是 y坐标 输进来 对吧 那输完之后 咱们排序一下 接着来 咱们可以看一下 二分 准备二分 那二分咱们说了 它最久 最久的边长是吧 是0 那最大的边长 咱们可以是这样写 max x 比如这里是x5 x6是吧 前去x1 那这里它的 宽度是5对吧 所以是xn-x1 然后另一个方向也要算一下 yn-y1对吧 它最大的答案 就这种情况下其实是不愿 一步都不愿挪顿 它整个所有的点都会必然会包在里面 是吧 行 那这里 while l小一r int mit 是等于多少呢 左边加右边除以2 是吧 那if这个 如果这个mid这个这么长作为 编长可行的话 那咱们希望它能晒小一点 所以r就变成mid 如果不行的话 那说明rl就不是 mid不是答案 那答案至少是mid加1对吧 然后呢 最终这个r其实答案 我最终这个mid其实r其实答案 现在咱们看看 诶 这有语法错误 这个是一个中文字符 行 这边还有这里 我看看哪边吃错了呢 这边咱们是包含了万能头文件 然后这个 这个你看这个写错了 这个应该是x加1加n 对吧 或者加n加1 那这个同样道理是y加1加n 刚才不知道怎么搞的就弄错了 其实你看这里对吧 那咱们看第一个 这个s0 这个明显不对 明显不对的话 咱们这里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感觉问题也不大 那说明说这里面可能是有问题的 这个比如说这里面是6个点 那就是3对对吧 7个点也是3对 但是如果是8个点 那就是4对 n加1-i -x-i 这个是x 这个是加等不是等于 因为他联系起来对吧 你没对要挪多少步 雷加起来就是多少步 这个是3 没有问题 那接下来下面这个是0对吧 都是不需要挪动的 这个也没有问题 下面这个 就比较大对吧 3824 但是没有问题 那最后一步咱们提交战区测试一下 刷新通过了一个 14个 差不多应该能通过 因为已经通过了 45个 58个 那这个数据不少 总共有104组测试数据 点快了 点还有4组 点没问题 通过了 那接下来 咱们看这道6道题 他首先是他用了二分法 但是他还用到了那个 呃 其实咱们的逻辑思维 把这一个点是吧 就是他平面上的一个点 他包含x坐标跟y坐标 那咱们把它差前独立成 差前两部分 那么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 每一部分对吧 两个点之间的距离 他走到这个圣方形的边场 边场需要走多少步 都雷加起来 对吧 只有这一步 然后加上二分 那这道题 咱们就讨论到这里 谢谢大家